吃劲 混账东西 本一个野男人搞大了肚子 你还有脸回来 像你一样 为了生儿子搞小三就有脸了 怎么着 谁让你妈不争气 露出来个你了 小三怎么 小三啊 也比你让人搞大了肚子 带回来的野种墙 也不怕别人戳你脊梁骨 告诉你啊 马上把这个孽种给我打 是啊 替你的 谁也不能动 你 告诉你啊 贵喜 你这狗男女 我今天不打死你了 臭小 贵喜 贵喜 再用力 用力 孩子 无论谁来 我愈欢喜也不会放弃你们的 打开拼了我这条命 快快 先把你放箭走 这胎气长得真是绝了 以后娶不到媳妇可怎么办 你小子 以后可别指望你老妈 这对玉佩你们兄妹俩人 一人一块 希望你们以后 健康快乐地成长 那是我的孩子 你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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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已经死了 别说一声 老老 老老 必然性格快乐人啊 家属在哪儿 快做停车手术 快 小姐 帮好了 很好 五百万已经赶到你的账上了 出了国就不要再回来了 傻孩子 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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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做的蛋炒饭 记得吃 吃完饭 带着小鱼 好好地活下去 老老 还不跟没妈的孩子玩 还不跟没妈的孩子玩 老老 爸爸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怎么了 他们不要你 你就不活了 欢喜啊 你要记住 生活在这个世上 没有谁离不开谁 就算是姥姥死了 你也要坚强地 乐观地活下去 这样才是对得起自己 姥姥 姥姥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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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即兴心梗 抢救无效 真没办法 不可能 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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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即兴心梗 抢救无效 真没办法 不可能 哥哥哥哥姐姐们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小鱼家招牌蛋炒饭 又香又好吃 姐姐 您的蛋炒饭 小心烫 你说 你这闺女啊 别看岁数小鱼 嘴又甜又会做饭 太招人喜欢了 是啊 我们家的小鱼最棒了 是不是啊 小朋友 快起来 快起来 怎么样 你没事吧 除了把笔 他还是第一个 这么关心我的人 好想让他当我妈咪啊 总裁 小少爷也是为了您好 知道的这是在跟我相亲 不知道的还以为 我铭警号有什么特殊癖好 本人重金求母 联系人 守物 铭警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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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我长得好像呀 诶 是和我们家小鱼长得很像啊 好香啊 哥哥 给你吃 我妈咪的蛋炒饭可好吃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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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浪费粮食是可耻的 你吃不吃到 你们路边他能做出什么好吃的 吃出问题你负责 米丽 我们走 哎哎哎哎哎 怎么说话呢 我们是路边汤没错 但我们使用的都是好东西知道吗 不 马逼 我就要吃蛋炒饭 你 虽然我们是路边汤 但是我们家的首页可是祖传的 看别五星级厨师哟 而且啊 做的都是良心满满 童嫂无欺 你可别睡口喷人啊 瞧不起我们路边汤 叔叔 不信你买个尝尝 坐好了 快尝尝吧 刚出锅的 好想有个爸爸呀 嗯 怎么了宝贝 好羡慕他有妈妈关心啊 长远能吃吗 怎么样啊 好吃吧 我都跟你说了 我们家手艺祖传的 不外传的 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蛋炒饭 好想让他当我妈妈呀 怎么了 明天 爸比 明天 你没事吧 爸比 我好想要个妈妈呀 你的小朋友生病都有妈咪陪着 又我没有 原来这孩子没有妈妈呀 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妈咪呀 就 我去哪儿给你找妈妈 妈咪 小鱼也想要一个爸爸 啊 爸比 以后你们俩结婚 那我和妹妹就都有爸爸妈妈了 什么 结婚 结婚 嗯 味道不错 工资每月五千毛底 提挣一万 行啊 没问题啊 哎 我听说你单亲啊 对 有什么问题吗 你个女人 带着孩子都不容易啊 这没有个男人 还是不行啊 既然你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 以后你跟着我 我养了你儿俩 嗯 对了主管 那个 其实 我忘了告诉你了 昨天 我昨天刚刚领证 已经有老公了 什么 你结婚了 好的 为什么非要来这里吃饭 妈咪 妈咪竟然在我们酒店工作 我必须提前过来 你把笔委装身的 妈咪 哎 主管 你看这不巧了吗 我老公 和我儿子来接我了 哎呀 你还真有老公啊 我骗您干什么呢 是吧 哎 小白脸 干什么的呀 我把笔是专车司机 他一天能赚好几百呢 一个破司机 还在这险埋上啊 嗯 主管 那我什么时候来工作呢 有夫之夫 抱歉 周一 准时来上班 妈咪 恭喜你找到了工作 今天还要多亏你们 要不是你们的话 妈妈就失去这份工作了 嗯 这嘴上感谢啊 那你想干什么 我去 海城首富民警号 就这么把自己送出去了 你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就这么和人家领证结婚 不怕人家把你家偷了 哎 警号办事啊 向来深思熟虑 你觉得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那他六年前 被人窜急下药 成了孩子他爹 人还是需要成长的嘛 这只是合约婚姻 而且 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份 看起来不像是那么 暗默虚荣的女人 懂不懂什么叫 放长线钓大鱼 说不定人家早就把你 调查得一清二楚 明天早上八点 零食酒店 请你和儿子吃饭 你看 我就说这女的不简单吧 请吃饭 竟然去你家酒店 她只是在那上班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 爸咪 发了吗 发了 耶 我终于可以和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一起吃饭了 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就这么跟人家领证结婚 不怕人家把你家偷了呀 这明氏酒店 人均几千上万 就算你是厨师 也不能白吃白喝吧 我一个网约车司机 也可没进负责单 你放心吧 我不会来用司权的 请你吃饭还是够的 爸咪 妈咪做的饭可好吃了 你们一定要尝尝 爸咪 我算是知道这么多年 你为什么单身了 这么抠门谁要你 真丢人 我厨房还炖纸汤 我去给你们拿啊 哎呦 欢喜啊 你干什么 你怎么能打人呢 放着那么多男厨师 我不要 就要你一个女的 难道你还不知道 我想干什么吗 你别过来 我老公就在外面 你要是再过来 我就喊人了 都这时候了 你还装什么呀 只要你跟了我 你外面有一群 我都给你养着 你别过来啊 别过来 不放心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啊 看我给不给你脸 你还跑呢 你给我过来吧 你还跑什么呀 救命啊 给我放给他 你敢打我 我吵死你 他说热友当 你别和他硬碰硬啊 哎 别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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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死 你没事吧 我烫死你 小心 我烫死你 我 小心 我烫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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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人 还不赶紧把他给我带出去 搜紧警局 是 他烫我的脸 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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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我就毁容了 明明刚才自己那么害怕 还挡在我前面 那我还不是因为你 对了 谢谢你啊 你是酒店的保安吧 现在特别感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躺在地上的就是我们俩了 谢谢啊 谢谢 正想着这么解释呢 这下不用了 明总 对不起 什么 明总 他 明总泽 他叫我明子 对 对对对 那个不是明总 是明总泽 那你们两个 认识 认识 不认识 认识认识 他是酒店老板的秘书 我是酒店老板的司机 我俩同事 同事关系 对对对 同事关系 同事关系 那个孩子还在外面呢 我们赶紧走吧 对 都是我爱吃的 特别是蛋炒饭和芒果糯米饭 天哥哥 我也最喜欢吃这两道菜耶 你们两个吃饭的习惯 怎么一模一样 明天和我都是北方人 我爱吃面食 他却非常喜欢各类米饭做的食物 姥姥 我们能不能每天都吃到米饭呀 你说你啊 明明是个北方人 怎么这么爱吃米饭啊 不过呀 吃米饭好 咱们这儿的倒米啊 可是一点一的好 外人想来买啊 都买不到呢 只有姥姥做的倒米饭 我才爱吃 多吃点 怎么了 没事 我只是突然想起我姥姥了 倒米饭对身体好 你们两个要是喜欢吃 就多吃点 嗯 爸比你也不爱吃香菜 嗯 臭 我都是给明天吃 天呐 我都是给妈咪吃耶 哥哥妈咪好可爱 你怎么知道明天是哥哥呢 万一是弟弟怎么办 我是2018年6月16日 晚上11点半出生的 妹妹 你呢 天呐 我是2018年6月16日晚上 11点33分出生的 11点30分出生的 喂 什么 什么 不租了 这 这 妈咪 我们晚上要睡在大街上了吗 怎么会呢 有妈妈在 一定不会让小鱼睡大街的 啊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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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什么敲 我房子还没到期呢 你凭什么把我东西扔在外面啊 押金呢 把押金还给我 什么押金 地板都还了那么多块 我没跟你要赔偿就很不错了 不是你 房东大哥 我劝你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别那么废话 赶紧滚滚滚滚滚滚 你 那个不是你公司老板的物业吗 赶紧打电话 让他涨房租 喂 明事物业 五楼十二斗 一二零三 三倍赔上押金 否则每月月组涨五百 压金 压金 三倍退给你 千万不要涨我房租 千万 千万 他 钱都给你了 走 去哪儿啊 这是你家 妹妹 我带你去参观你的房间 好的哥哥 哼 这可是海城最贵的住宅区 房价千万起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完了 往这这儿了 林宗泽 你骗我 林宗泽 你骗我 我 难不成你是个 房地产中介 专门把人家好卖的房子 拿来自己住 我去 这闹贵 真是走了大 不过 你要真是身价千亿的总裁 那我们 离婚 为什么 因为这样 我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可能 我从小就穷 丑富吧 这是我朋友的房子 他现在人在国外 不回来 又不想让房子空着 所以就免费给我住了 我也是刚搬过来 不是 你救了他的命啊 这房子要是租出去 一年得有百八十万呢 放着白花花的钱不要 给你住 你就说住不住吧 住啊 我当然住了 要不然 我下辈子就再也用不上 这么好的厨房了 不过这个家 也太冷清了吧 要不然 咱们一家四口 去逛逛商场 有问题 走 你们两个跑慢点 二百八十八一克 谁给他的勇气 卖这么贵 很贵吗 挺好的 还好吧 就我在农贸市场 能卖一兜子这玩意儿 算了 毕竟是买给孩子吃的 贵就贵点吧 富含天然骨微素的 骨微多稻米油 食补营养 促进孩子更好成长 来看一看 富含天然骨微素的 骨微多稻米油 食补营养 促进孩子更好成长 来女士 您尝一下 我们用新品骨微多稻米油 刚炸出来的稻米锅吧 又香又脆哦 老老 不管我怎么做 都没你做得好吃 稻米这个东西啊 它本身就蕴含着 很多种微量元素 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 所以做出来的味道 肯定也不一样啊 说不定等你长大了 这小小的稻米啊 就变成了稻米油 和不同的食材 碰撞 就可以创造出 属于你自己的一身味道 嗯 这看你吃的都流泪了 要不然你买一桶 我们这个骨微多稻米油 里面还有许多营养物质 特别是骨微素 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 有良好的睡眠 睡眠好了 才能吃得更香 长得更高 看你们家 估计两个孩子 估计一桶不够吧 啊 行了 那那个 有多少给我拿多少 是死不过了 呃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 我老板让我给员工 买过节礼物 那你别忘了 给咱们家留几桶 啊 行 妈咪呢 拿来吧你 没妈的 没妈的野种 这是我妈咪给我的 放开我 天哪 可真敢打我儿子 谁敢打我儿子 你竟敢打我儿子 哪儿来的死孩子 真敢打我儿子 他抄我妈咪给我的玩偶 没妈的野种 你根本就没有妈妈 我儿子 你敢打死我 这个好 妈咪是哥哥 明天 敢打我儿子 让我怎么打死你 爸比你不用担心 妈咪很厉害的 明天 怎么样 没生着吧 你老娘的儿子你也敢打 凶酸 我打的就是你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让你看看老虎的屁股摸不脱 你给我等着 你个小破孩 明天 怎么样 有没有伤着 疼不疼啊 妈咪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是我儿子啊 不管你和小鱼 谁遇到危险 妈妈都会保护你们 她为了明天 竟然可以不顾一切地出上去 这是 这胎记 这个胎记 是随她母亲的 她母亲额头 所以又没好太景 我还以为 你受伤了 应该是被那个死女人 不小心打到了 感动我儿子 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走吧 回家吧 回家了 家里酒精浴完了 白酒撮合一下 没事我不用 我 别动 等啊 忍着 你这个人 怎么一点都不懂 言相惜欲呢 下次遇到这种事 别冲动 我没冲动 我就是想着 如果我要是遇到危险了 那我也想我的爸爸妈妈 能够冲出来 第一时间保护我们 可惜了 我没体会过 那个 好 以后你就睡着 我去睡宿 我的妈呀 怎么这么热 白酒啊这是 你 你 一 一 一 二 二 你怎么 在我房间啊你 这明明是我房 房间啊 还有什么话好说 那 就算是我上你床 怎么了 你是我云欢喜盖了张的老公 我上自己的男人 的床 怎么了 你你你干嘛 云欢喜 这 你不行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你给我说清楚啊 你回来 诶 我听说赵家和傅家的联姻取消了 这我知道 但那是傅家嫌弃赵家公子年纪大 影响生育 赵家公子不是才三十岁吗 三十老男人 哪有我们二十的大小伙子 招女人喜欢呀 诶 你说的对啊 你看我们警号 也三十了 身材保湿比例很好啊 身材不代表身体 你个神啊 你看他对什么都无欲无求的样子 我都怀疑他呀 嗯 既然你这么猛 那名识和故事 在非洲大草原的合作项目 我不建议派你亲自进宫 哎 别别别 别别别 我错了我错了 我表哥 永远是吧 你很会讨女人欢心 呃 是吧 男人最大的魅力 莫过于下班回家后 穿着还未来的集合服装 在厨房里给心爱的人做一顿午饭 就这啊 太低端了吧 你这就不懂了吧 这叫细节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房间怎么切来着 这还能丑旁旁片吗 算了 说得多 这玩意儿怎么开啊 算了 我又不喜欢他 干嘛那么在意他的手法 回来了 回来了 嗯 哎 哎呦 饿了 我马上去做饭啊 呃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 怎么了 呃 没事 走 这油呢 用得这么快 你看我干嘛 我又不做饭 那也是 这骨味多到米油啊 茶这酥脆 还有米香 关键还和两个小蝉猫的口味 凑起饭来可省心多了 哎呀 我又想要 你 你 你是在找这个吗 来来来 赶紧收拾 来 厨师呢 切个菜也能切到手 我那还不是因为 别看了 知道我是帅 现在好了 饭做不了了 只能叫外卖了 等等 好帅啊 等一下啊 菜马上就好了 着火 别怕 我来了 耍耍有风险 你 你没事吧 没人 不好意思啊 害得你们 只能吃泡面 这有什么呢 一顿饭而已 能填饱肚子就好 对了 你说你不会做饭 是怎么把人养 这么大的 难不成 你家里还有个保姆啊 怎么可能 我只是个 网约车司机而已 哪里请得起保姆 你说你网约车司机 每天穿得跟爸总似的 这谁敢坐你车呀 我 就是专车司机 必须要穿西装 才能显得出我专业 行吧 我也没坐过专车 那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吧 快吃啊 我都已经吃完了 吃完了 我就吃完了 好 那我就 那爸爸快去刷碗 等着妈咪给你洗吗 好 我就洗 男人呀 还是得调教 你们两个呀 人小鬼大 主管您放心 我这周之内啊 一定推出三道新品啊 嗯 好 大姐 吃多少钱一斤啊 两块 奶奶 买菜你不去商场 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多脏啊 去商场干什么 商场一点人气都没有 这多好啊 热闹 好什么呀 又臭又脏的 多少钱啊 一共六十二块 便宜一点嘛 您家菜这么新鲜 我以后肯定常来 好嘞 谢谢大姐 这不是小鱼的玉佩吗 怎么会在我的包里 来 给您 哎呦 你的玉佩真漂亮啊 什么东西啊 脏死了 我的衣服 全世界就十件 是哪个不正义的众的我 啊 你干什么 齐悦 不许这么无礼 啊 奶奶 这个女人偷咱家的玉佩 谁偷你的玉佩了 那是我的玉佩 什么你的玉佩 你知道这玉佩多少钱吗 三个亿 把你家底掏空了都未必买得起边角料 还你的玉佩 信不信我帮你抓你啊 那个真是我的玉佩 那就是 行了别解释了 留着给检查解释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住手 齐悦 你太无礼了 事情还没搞清楚 咱不能贸然地把人送到警局啊 万一冤枉人家 丢的可是我们明家的脸 奶奶 无信您看 这就是咱家玉佩 还真是 姑娘 这个玉佩 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这个 我不太方便告诉你们 但是我敢肯定 这个真的是我的玉佩 可能是咱们买虫了吧 对呀 我是看着这姑娘 从包里把玉佩拿出来的呀 你到菜市场买菜呢 谁想买都行 这玉佩可是我们明家的传家宝 传给明市长全人的 全世界仅此一对 难不成当年的那个男人 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明市长全人 怎么 心虚了 来人了 把他给我抓到警局去 住手 秦月 你太无礼了 奶奶 我是不是你亲孙女 她都承认了你还阻拦我 谁承认了 你别一开而论啊 秦月 要不给你哥打个电话 这个玉佩一直带在小天身上 你看看是不是还在 如果不在 她随你处置 如果再懂啊 你就得向人家姑娘道歉 我们明家可容不得任何无言 打就打 咱家玉佩 我是不可能认错 喂 秦月 喂哥 我抓到一个小偷 偷了你给小天的玉佩 玉佩 是啊 她也不承认呢 你看看小天那个还在不在 现在这一块在我手里 可是小天已经去上学了 不过小天从来不会乱丢玉佩的 你应该搞错了 我怎么可能搞错咱家玉佩啊 你确定是咱们家的家传玉佩 那个玉佩极少有人知道 应该不会啊 哥 我保证 就是咱们名家的玉佩 说不定她是特意接近你透过来的 特意接近我 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心虚的话 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我叫玉欢喜 哥 她叫 喂秦月 玉佩现在在我手里 她拿的不是我们的玉佩 什么 玉佩不是我们的 也是 叶晋对象是败走 怎么可能呢 秦月 我们冤枉人家了 赶紧向姑娘道歉 玉佩 我才不道歉 那不是偷的就是假冒的呗 真的买不起 就买个假冒的 真是虚无 你 秦月 你太无礼了 奶奶 快 向姑娘道歉 对不起 没关系 我记住你了 姑娘 我的秦月呀 被冲得无法呼天了 我替她向你道歉 没事的奶奶 事情解决了就好 这个小姑娘 年岁看着与警号相似 性格也不错 要是能做我们 邻家的儿媳 奶奶 姑娘 你对这儿很熟 你知道不知道 哪里有卖补品的 补品 我孙子三十了 整天忙着工作 这身体啊 奶奶 我懂 我懂 您看啊 那边有个摊子 他们家就是专门 卖大补植物的 您可以去看看 你看啊 都岁数大了 也认不清路 你看啊 那我带您过去看 好啊 好啊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没事的奶奶 您叫我欢喜就好 谢谢大姐 来 就在那儿 欢喜啊 今天要是没有你 我也买不到 这么多的好东西 奶奶 这些补品啊 应该够您孙子 喝一段时间了 如果身体 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建议她 还是去医院 好 好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喂 哎 主管 我马上就回去 嗯 奶奶 我们有缘再见啊 哎 欢喜 这么多的好东西 有的时候奶奶不会弄 你有时间 能不能教教奶奶 奶奶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您要是遇到什么问题 经过问我就行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哎 您是酒店厨师 哎哟 和我们明家 还真是有缘呢 哎哟 喂 静浩 奶奶 今天晚上回家吃饭 好 我今晚就回老家吃饭 明家玉佩 世上仅有一顿 站在你这儿 另一半 那晚 你我一夜之后 留下的玉佩 你难道忘了吗 另一半呢 这一半 就留给我这个 做母亲的好吗 放心吧 我会对你们母子负责的 幸好我提前 准备了一个假的 不然啊 静浩就该怀疑 我不是那个女人 我在想什么呢 另一半在 古斯牛手里 怎么可能 还会有第三个 我 我为什么要给她打电话 我会经常 喂 哦 哦 呃 今天晚上我回老宅吃饭 不要等我了 没事 两孩子交给我就行 那 那你想和我 余欢喜 忠一忠 怎么了吗 哦 我 那你先忙 我先挂了 男人的声音 等等 这都是些啥 这些 可都是好东西 骨灰多 稻米油 含有丰富的 骨灰素 和植物栽醇 它呢 对我们人体 有调节 神经的功能 还有助力睡眠 像你呢 平时工作压力大 睡眠不好 就多吃 骨灰多 稻米油 调整调整 呵呵呵 吃这个 这些海参枸杞粥 对人体有好处 多吃 啊 好 嗯 多吃点儿 乖 今天奶奶碰见一个小姑娘 长得可漂亮了 奶奶你又来了 这回可跟以前不一样 这小姑娘啊 性格好 脾气好 关键 她还是在 奶奶我工作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给我站住 坐下 不是我说你 是不是还没忘记 你那前妻呀 我可跟你说啊 从我这儿绝对不同意 你俩旧情复燃 你说她 无论是当妈 还是当老婆 哪点做得像样啊 嗯 你想多了 我和她根本不可能 我当初和她结婚 也只是我们有了明天 我不爱她 这还差不多 哎 不对 那怎么我一说 给你介绍女朋友 你不是公司有事 就是小天有事呢 喂 那个 我马上回来啊 哎 不对呀 这臭小子 不是对女人不感兴趣了吗 不行 我得想办法 回来了 爸爸 你回来了 我新研究的海鲜汤 快尝尝 嗯 好喝 哎 那什么 天哪 我竟然和明宗泽 共有一个勺子 哦 对了 我好像听见有个 男人在喊你的名字 哦 怎么又是你 阴魂不散 我说你怎么不摆摊了 原来是在这找了工作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 一声不响就把小池摊给关了 钱也不给我 我看白养你 小池摊是我姥姥的 我愿意关就关 钱是我自己称的 凭什么给你 就凭老子是你爹 在我眼里 你和死人没有什么区别 跟你妈一样 招人不耐你见货 爸 别跟他废话 赶紧说正事 我过来通知你 后天跟我回家 相亲 结婚 哟 您这又打算把我卖出去 那我可告诉你 资产没有百 以父母不双亡 我可不嫁的 你跟女人嫁嫁的 还带个孩子 有人要你就不错了 还给我挑三拣四 就是 早点嫁了 把嫁妆留给我买房子 给你买房子 我给你买个坟头行不行 嘿你个 见你 敢招我儿子 你信不信 你没有资格打我 你 不结婚 你也行 把你姥姥留下的东西交给我 那是我姥姥留给我的 我凭什么给你 就凭我是你老子 于大龙 我妈当时去世不到一个月 你就为了娶这个女人 把我姥姥金一辈子的店偷走了 现在还有脸跟我要钱 你怎么这么恶心 你敢喊我名字 我说大龙啊 咱家淼淼也马上要结婚娶媳妇了 该不该把咱家那些没用的东西都收拾了 比如王秀之的遗物 是不是该清理干净了 李修桓 你别上打我妈主意 要么 结婚 要么把钱给我 责 我就把你妈的名位 扔出余下 我告诉你 你个都别想 那我们可要把你妈那些 我已经结婚了 你结婚了 没什么 不重要 不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 难道是他喜欢的人 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就是跟我回一趟家 应付一下我家人 他们呢 非让我把你带回家 没事 如果你要是实在不想去也没关系 我自己一个人能应付 是谁打的 我爸打的 我都习惯了 你到底帮不帮忙吗 你要是不想 我 我帮 但是 但是 他们之前最嫌贫爱妇 要是知道你是个网约车司机 指不定怎么说你呢 不过没关系 求我菜 放心啊 不会让你出事的 他不想让我知道他家的事 爸比 我们该洗澡睡觉了 嗯 是不早了 那咱们赶紧去洗澡吧 看看男生队和女生队谁先获胜呢 爸比 快 体系我们男人尊严的时刻到了 爸比 快 快 妈咪 我们也快走 走 可惜我是男人 不然我就可以让妈咪陪我洗澡了 有人给你洗就不错了 你的玉佩 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乱丢啊 知道了 爸比 小鱼 这个玉佩如果是别人问起 你就说啊 是妈妈在低摊上买的 知道吗 要不然被坏人看见了 会给你偷走的 爸比也不能说吗 这是我们俩的小秘密 不过这玉佩 怎么感觉不一样 男生组女生组都是第一名哎 好了 回去睡觉吧 你俩还上课 爸比妈咪晚安 那我就先回去睡觉了 嗯 明天 我现在你这儿借助意外 等我屋里的床到了 我再搬走 行 明天那个臭小子 明天我一定得揍他 你敢 我们明天多可爱呀 你要是敢打他 我就 我 你要是实在不习惯的话 我就去跟小鱼睡 嗯 你要是实在不习惯的话 我就去跟小鱼睡 哎 不是 我想念着你的气息 想念你说的我爱你 就是这样一次次 还忘记 明 喂 是我 哦 我去跟小鱼他们睡 你还行 至于吗 不就是半夜三更 一个女人给你老公打电话吗 说不定是推销电话呢 这爹不要也办 妈妈现在 只有你们两个了 妈咪早 宝贝们也早 二嘴的妈咪都能弄丢 以后出门别说我是你儿子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看来她根本不在乎 别的女人给我打电话 妈咪今天带你们回外婆家好不好啊 好 小鱼没事吧 哦 没事 买不着乱套 收着就行了 你怎么会有这个玉佩 你怎么会有这个玉佩 是妈妈在地摊上给我买的 才五块钱一个 替摊货也这么逼真了吗 我不是跟你说开一辆便宜点的来 这 总裁这车已经是您最便宜的了 走吧走吧 那个总裁 明天上午收购国际酒店的会议 请您参加 总裁再见 林总裁 那个谢谢刘大哥 总裁 刘大哥谢谢你那个 你们 那个 这地太滑了 那个 那什么 这车给你送到 我又先走了 刘大哥年纪大了 腿脚不太利索 这还拎着骨味多倒米油呢 这骨味多倒米油是个好东西啊 富含丰富的骨味素 这骨味素可以调节人体睡眠 缓解疲劳 老人孩子都适合 我奶奶也吃骨味多倒米油 现在睡眠比以前好多了 你还懂食谱呢 那你不是天天拿着这个 给我做菜用吗 不是去你爸家 为什么还要带礼物啊 我跟他关系虽然不好 但该有的形式还是要有的 哦 哦 对了 我上午还有事情要做 等我忙完了 过来找你们 嗯 爸比你放心 妈妈外面有我陪着 一定没问题 那你可要照顾好妈妈和妹妹 有什么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 知道了吗 走吧 上车 上车咯 你当是谁呢 原来是你这个败家娘们 怎么 那个穷鬼没给你一起来 给我的孩子道歉 我就当你眼下不跟你计较 徐怀思 没病吧 让我跟这俩小崽子道歉 你道不道歉 你打我 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妈 不道歉我连你跟你妈 你快走 你 住手 敢打我儿子 看我不许进攻我妈妈 好你这两个小杂种啊 敢推老娘 看我怎么收拾你呢 哥哥你没事吧 明天 你怎么样 有没有事 妈咪 我脸有点痛 我把你当亲人 还给你带了礼物 这些礼物 送狗都必送给你这个毒腹脚 你 你敢打我 我跟你拼了 妈 小崽子 妈咪 混账东西 起来给你妈闹事 妈咪 你没事吧 妈咪 没事 她不是我妈 我妈已经死了 你看看我才是你女儿 你眼睛长狗肚子里了你 你 妈 我的岳父大人 你咋换了欢喜 谁还给我当老婆呀 今天就看在江女婿的面子 不跟你计较 江女婿 你什么意思 还什么意思 嫁给江总 你指不定在那高兴呢 于大龙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 我于欢喜 已经结婚了 你的那个好老公啊 我早就调查了 不就是一个穷司机吗 一点前途都没有 哪像我姐夫 我姐夫可是海城最大商业集团 明城集团的总经理 年入百万哪 你那个带着一儿子的穷鬼老公 能给我姐夫比 明城集团那不是我们明家的公司吗 小鬼 你知道你才说什么吗 明城集团 那可是海城顶级号我们明家的产业 总裁明锦号身家千万亿 还什么你们明家的公司 你怎么不说 明总是你爹呀 明总是你爹 我就是你大爷 小子 我劝你三思 不然你会问你今天的行为 付出代价 余大龙 我告诉你 那是你跟姜天盛之事 都跟我没关系 这要嫁是你嫁 我不可能嫁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今天必须把婚离了 嫁姜天盛 不好 快给把闭打电话 说有人欺负妈咪 还抢他老婆 不好 快给把闭打电话 说有人欺负妈咪 还抢他老婆 嗯 喂 宝贝 做梦 要嫁也是你嫁 我是不可能嫁的 余欢喜 你要是不跟你那个穷鬼老公离婚 我就带着你妈的东西 全部丢出去 你敢 这房子是我妈的 要滚你们滚 欢喜啊 你说你和一个穷鬼 能有什么好日子过的 不如跟我 你们这一大家子 我还能替你养着 余大龙 既然你尚赶着当儿子 我也不拦着你 但是我告诉你 从今往后 我余欢喜 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休想 老子好不容易把你弄出来 你死也是老子的种 余大龙 你要是还把我当成女儿 你就让她滚出去 要不然 我就当你死了 嗯 除了会打人 你一无其处 不许欺负我妈咪 告诉你啊 今天必须把协议给我签了 全无可能是八种东西 你够了钱 别动我妹妹 送给他们 你协议给我签了 别动 谁敢动我老婆孩子 谁敢动我老婆孩子 把鞭 快救妹妹 谁呀 这么大的阵仗 老公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让孩子来的 别怕 陆子 不会是余欢喜拍了演戏的吧 你知不知道我是 你 还说吗 不 不说了 哎 干什么 想打我不成 啊 妙妙 你怎么敢打我 我错错错错了 错了 连我儿子也敢打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今天就让你和余欢喜离婚 哎呦喂 不得了了 光天坏日之下 穷女婿跟打岳父 你又是谁 我 老公 算了吧 既然他们不欢迎我们 我们还是走吧 都给我进来 敢打 明尘集团的经理就想走 知不知道死是怎么写的 踢到刚晚上了吧 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都是明尘集团的保镖 打怕下你们 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刘 刘总 怎么 我不能打你吗 刘总 您 您怎么来了呀 您不是 一直跟在 总裁的身边吗 难道他是 我今天要是不来 我还真不知道 你照着明尘集团的名义 在这儿跟我要无扬威 刘总 我就是借用咱们的保镖 用一用 我 现在你知道 子子怎么写的了吗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的大王为 你就属下刘青 扰我一命吧 那你还取不取于还喜当劳 不不不不 你就是给我 求曹明 我也不敢扇指你老婆呀 江女婿 你这是干什么呢 你跪他干什么 他就一个寿司机呀 闭嘴 都是你个死老头子害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没有欢喜 你一辈子也见不到你 你就好饶了我吧 我 我家里边也有老婆 都是这个于他罗 他说 可以随便玩他闺女 别 别让我以后在海城 再见到你 是 女婿啊 都是这张天圣 他一直骗我 你问他们 我对你一直特别满意啊 是吗 把东西搬上来 是 是 好啊 好啊 这都是我的 我从来没看过 没见过这么多珠宝 哎呦 哇 这可是价值数益的 南海之类呀 发了 大龙 怎么发了 妈 咱们有钱了 我可以有钱娶媳妇呢 对呀 苗苗 咱们有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怎么突然这么怕你 妈咪 打鼻是在给你撑腰 女婿啊 好女婿 你说你要早拿出这些东西来 咱们之间会有误会吗 还喜欢吗 喜欢 喜欢 喜欢就好 这些是我给欢喜的 虽然不多 但毕竟我和欢喜结婚了 以后我们二人就不非你我 好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把这些东西都送给 外婆和岳父 哎呦 好女婿 你外婆呀 她早就过世了 现在 就剩下我 你妈还在 你不是我妈 这孩子 说的什么话呀 我可是你爸 宁媚正娶回来的 怎么就不是妈了 爸比 妈咪说祖母和外婆 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 这个坏婆婆才不是我外婆 这小东西 对不起啊 没事 既然如此 来人 把东西拿走 别动别动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我的宝贝 别动别动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我的宝贝呀 这些东西 你们根本不配 老婆 我们走 我站住 宇晗喜 好歹我也把你养这么大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连一点东西都不给我们留下 你还算是个人吗 从我出生起就抛弃了我和我妈 你还有脸说这些 信不信 今天我就把你妈所有的东西 全都容出瑜伽 让她死得不得安生 你敢 老婆 你愿不愿意把咱妈接到我们家里来 什么 我说咱们带着妈一起离开 可以吗 我们家的事 出了色 来人 把我妈的东西收拾好 搬到我家里 不能有一点纰漏 是 爸你拦住他呀 是 真好 这样 就感觉我妈还在我身边 她会永远陪着你的 今天谢谢你啊 你是我老婆 应该的 你为什么骗我 你为什么骗我 其实我是 那你不会真是演员吧 你演气霸总来连我都信了 还搞那么一大堆道具 演得还挺真 演 嗯 来南海之类 搞得还挺真 你这个 你可幼稚的呀 价值几个月 怎么了 你这又是请保镖 又是买一大堆道具的 这得花不少钱吧 不行不行 你赶紧出去跑车啊 把扔出去 钱给我赚了 快去快去 不去不去 我也得回去上班呢 我这请一天价 扣我三百块呢 快快快 快走 今天的菜品怎么样 菜的味道非常香 我女儿特别喜欢吃 那就好 我们酒店啊 全用的都是最优质的食材和配料 就连炒菜用的油啊 全用的呢 都是最适合小朋友吃的 骨微多稻米油 里面含有的骨微素啊 对小朋友的成长特别有帮助哦 确实不错 以后我们幼儿园用的油啊 也该换成骨微多稻米油了 感谢信任 那这瓶就送给您吧 谢谢 谢谢 您可以带回去给小朋友们试吃 好的 谢谢 欢喜 奶奶 您还真来了 这不 人老了 吃菜就挑剔 想换换口味啊 就来找你了 奶奶 那您先在这边等我一下 今天啊 保证您吃的满意 奶奶 这小姑娘真漂亮 当个孙媳妇真好 嗯 好 好 我好久没吃到 这么美味的菜了 是吗 奶奶喜欢就好 给奶奶充一百万的卡 这小姑娘的提成都是你的 这 这怎么好意思呢 奶奶 要不这样 我再给您炖几个大补之物 保准您孙子喝了重振熊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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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好孙媳 喂 老公 今天你老婆我挣大钱了 怎么了 我跟你讲啊 今天一个老奶奶在我店里充了一百万啊 一百万你知道吗 光提示我至少得拿十万 十万就把你高兴成这样 才十万 你知道这十万块钱有多难挣吗 啊对了 我给老奶奶熬的汤还剩点 拿回去给你喝啊 呃 又 又喝汤 不知道他喝了会怎么样 怎么了 不喜欢喝啊 呃 没有 就是今天回家喝过了 哦 那 喝过了就别喝了 呃 没关系 我还没喝饱 再喝一点也没关系 妈咪 今天我和妹妹能不能和你一起睡啊 不行 你们和妈妈睡在一起 我睡哪儿 当然是和我们一起睡啦 嗯 你怎么了 怎么出那么多汗啊 是不是发烧了 我去给你拿体温剂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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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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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 呃 你讨厌我 我 我没有啊 那为什么 孩子 孩子还在 爸比 你就当我们不在 小鱼什么也没看见 你流鼻血了 我那个太热了 我去洗个澡 笑什么笑 快睡觉 你的手机 锦浩 三天后我就要回国了 待在你和小天身边 再也不走了 你在听吗 锦浩 你 不要 不要 你在干什么 你 我 昨天给你冲了个凉水澡 你就晕过去了 然我家那人还是 对了 昨晚有个叫古思宁的人 给你打电话 但是你手机进水了 死机了 你都不着急的吗 谁在大半夜给你打电话 说不定有什么急事呢 他人在国外 和我们有时差 哦 快说他是谁啊 快说啊 还有事吗 我要换衣服 没事 怎么了这是 大姨妈来了 明总 半月后就是 明氏集团举办的 国际厨师精英大赛 奖金是在一千万元 大赛的第一名 将会直接成为 明氏集团起下 各大餐饮的负责人 厨师开始准备吧 是 哦 我帮你 你们在干什么 呃 呃 呃 奶奶 景浩 你再不结婚 奶奶死都不敢死 我怕是愧对 明家的列祖列宗了 哎 奶奶 你说的是什么话呀 你要想让我活得安生 就抓紧时间去 你再来 去相亲 嗯 奶奶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结婚了 什么 你结婚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对方连好坏 我都不知道 你就这么草率的 把婚结了 奶奶这是说来话长 不过她人挺好的 您不用担心 不行 你赶紧安排个家宴 我要正式和这孙喜倩一面 敢抢我们关系的位置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嗯 好消息 我们富城集团主办的厨师精英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报名了吗 没有啊 我都不感兴趣 这次的赞助商 可是骨维托 稻米油 奖金一千万呢 骨维托 稻米油啊 仍然可丰富了 里面不但还有 肤的骨维素 和植物栽醇 还含有维生素E 骨维素啊 能帮助老人孩子 调节神经 助力睡眠 植物栽醇呢 降低胆固醇 维生素E啊 还能提高名利 全家老兽都适合 我还想买鸡桶来着 哎呦 你就别了 你又不做饭 浪费人家这么好的油干嘛 不过就一个普通的 厨师大赛而已 用得着这么大成长 你这么一说 我倒想起来了 我们这个集团的总裁 林锦浩前妻要回国了 我们大家都在猜 他这次贼国 除了想跟总裁 破镜成员以外 还想参加比赛 拿下大抢 原来是王子和公主 你追我赶的戏码呀 看来我们是没戏咯 别呀 这谣言毕竟是谣言 说不定人家王子 早就有灰姑娘了 你不是一直都说 发扬你姥姥的手艺吗 就算你这次拿不了名字 好歹也是个机会呀 那怎么办 那我试试啊 那我不说了 我先挂了 那个 我想跟你说个事 怎么了 明天我奶奶想见一下 她的孙媳妇 明天我奶奶想见一下 她的孙媳妇 哟 哪个孙媳妇 是不是我 不要搞错了 嗯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我奶奶就我一个孙子 还能有哪个孙媳妇 开玩笑嘛 你这么认真干嘛 真没意思 生气了 我没有啊 为什么生气啊 咱们俩是合约结婚 生什么气 那碗电话里的女人是 那女人不重要 你帮过我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 这次 就当我还你了 喂 爸比你惹到妈咪了 那还不快去哄哄妈咪 人家都不搭理我 我还上赶着去干嘛 三 二 一 嗯 别的妈妈哄哄妈咪 生活费加一百 妈咪 爸比哭了 妈咪 爸比哭了 这什么呀这是 爸比 男人的泪 女人的兴奋剂呀 哈哈哈哈 别别别别 老婆 我错了 这个男人哭起来也太犯规了吧 你看到不下看巧啊 哎 谁呢 嗯 余欢喜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哎 哎 不是 你再看看 这是奶奶给你选的人 奶奶 我已经结婚了 我不可能离婚 你结过婚了 那我嫂子怎么办 不行 你不能娶别人 你嫂子 古思宁啊 我结不结婚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 咱们明家和那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以后你也不能再提了啊 奶奶 这女人一生不客就嫁给我哥 摆明了是涂咱们明家的钱啊 她现在还暂时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你们千万别露线 请我配合一下啊 她跟你过家家呢 一个人有没有钱 怎么可能靠演戏演出来啊 说不定她早就知道你是谁了 只是陪你玩呢 就算是骗我 我明是有上亿的资产 也足够拿出来陪她玩 这 喂 啊 好 我马上过来啊 奶奶 我出去一下 人一会马上就到了 你们别吓着她 啊 快去快回啊 把人家姑娘一个人放在这儿 多不合适啊 好了知道了 啊 奶奶 咱们林家可不是随便什么女人都能进来的 你一会可别被她蒙骗了 不管怎么样 她是你哥的老婆 你的嫂子 咱们不能对人家尊敬 夫人小姐 人来了 上她进来吧 是你 是你 怎么是你啊 这种地方 也是你这种穷鬼配来的 赶紧给我滚 那你滚一个给我看看 牙尖嘴利 真没素质 我还会发疯呢 你要不要看看啊 你 你别过来啊 小夕我叫人打你 真不惊吓 我说 你是穿假户穿上瘾了是吗 你知道这套裙子有多少钱 二十万 而且还是私人定制 是 你一个菜市场都要讨价还价的人 这裙子 低摊上买的吧 是 我是买不起 但是你能买得起 你怎么不买啊 是没有人给你买呢 还是你没钱买啊 你 这位美丽漂亮的小姐姐 我劝你不要和我妈咪吵架 否则她会吵到你怀疑人生的 真像啊 小孩都比你识相 小鱼 我们走 嗯 慢着 她是你的女儿 对啊 简直太像了 大笔 你什么时候这么浪漫了 臭小子 你懂什么 妈咪和妹妹应该快到了 快走 奶奶 像什么像 我看她们呀 就是来卖弄风骚的 你再说一句 信不信我刺了你的嘴 你 妈咪 你脖子上带的什么东西 南海之类 你穿假灰也就算了 你现在还敢透南海之类 那是假的 怎么可能 南海之类可是我陪我哥亲自拍下的 每一个钻石后面都会写上佩戴者的名字 假货怎么可能会有 那你就翻过去看看后面有没有刻你哥名字 肯定有啊 余欢喜 这钻石价格上亿 你现在偷了它 你就等着做了 欢喜 怎么可能 刻的是余欢喜 怎么会刻你的名字啊 你哥到底是谁啊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 别提了 刚刚有个女的穿一身假货 然后就进我们包厢了 脖子上还带着南海之类 偷东西都偷到我们家了 那她人呢 又一个男人跑了 可哪儿跑 温喜 你怎么来了 快别说了 余大龙打你手机打不通 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啊 你爹快被别人打死了 快跟我走吧 偷了东西还敢跑 齐悦 你惹祸了 哥你干嘛 那个女人不是小偷 是妈咪 什么 明天 你说什么 那女的 是你妈妈 对啊 妈咪脖子上的南海之类 是把鼻送给她的礼物 不是妈咪偷的 怎么可能 那余欢喜还有个女儿呢 怎么可能是你老婆 你可我还有个儿子呢 我就不能拿别人老公了吗 哎呀行了 静浩啊 赶快追吧 刚才你妹妹跟人家大呼啸叫的 可别让余欢喜生气呀 齐悦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那她还跟男人跑了呢 我捡点 搞什么 你再这样说你嫂子 你就给我滚出人家 奶奶 你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 不用管她 赶紧给我追孙媳妇 听说都打起来了 快去呀 你把小玉带回家 她在这里很危险 不行 我一个铁骨铮铮的大老爷们 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行了啊 警察一会儿就来了 你就放心吧 这样啊 那行吧 等你没事的时候再跟我说 嗯 走吧小玉 余大宝 你害我丢掉工作 整个海城都没有我的容身之地 你说 这笔账怎么算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我女婿有的事钱 真的 我欠你 好 既然你这么说 五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相间设 你在干什么 闺女 快拿五百万给相间设 要不然 她要弄死你爹 我哪来的五百万啊 你在这儿跟我叨叨 你没有 不代表你老公没有 你知不知道你老公是谁 她就是个不撕司机 她哪有什么钱 哈哈哈哈 司机 放狗屁 我告诉你 林锦浩 你老公 呃 老子的女人你也敢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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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敢断我生日 几天我就杀了你老婆 去死吧 呃 去死吧 呃 去死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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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你保护小天一样 本能反应 对了 我昨天听那个姜天上在里什么 明景浩 这 刘助理是明景浩的贴身秘书 江天盛可能看见他站在我身边 把我误会了 是吗 我的孙媳妇 跟奶奶说哪受伤了疼不疼啊 你哪疼不疼啊 奶奶 您搞清楚 是我哥差点出事 他可一点事都没有 那就好那就好 对不起 大男人家保护妻子 受伤了怎么拉 奶奶 我才是你亲孙子 好好好 奶奶给你端药去 你们聊 你们聊 老夫人 这个就是明总和于小鱼的DNA检测报告 医生 这个结果不会出错吧 您就放心吧 老夫人 一定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静昊和七月是龙凤胎 那就证明 静昊也是有机会生出龙凤胎的 他们是你的奶奶和妹妹 是啊 怎么了 他们是你的家人啊 你的奶奶随便出手都是上宝啊 你的妹妹更是对各种高收珠宝两如指掌 还有那个南海之类 更是价值上亿 这是你一个专车司机能有的家人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专车司机 明宗泽 你不会连名字都是汉物吧 没有血缘关系 怎么会这样 医生 你确定 这个检测报告 是真的吗 老夫人 这个检测是我亲自做的 一定不会有证明 梦到真是不想离开 喂 谷小姐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检测报告掉 很好 你孩子的入学名额 我已经帮你办好了 学废我全职 太谢谢了 谷小姐 您放心 这个事情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承认是我骗了你 可能我也是 别碰我 妈咪 咱们俩暂时 还是不要再见面了 哎呀 我 怎么了 又疼了 你能不能老是坐着呀 医生 那个别叫医生 我可能刚才情绪太激动了 那你还不快好好躺着 那你别走 所有发生的事 我都会给你一个进食 等你好了再和你算账 感谢老婆大致 宽宽的 看来我她的身份 不能再瞒下去了 就知道勾引我哥 不行 我得给嫂子报信 喂 嫂子 你再不回来 家都要被偷了 我已经决定要回国了 你先替我好好教训一下她 让她明白 不是什么人都是她配碰的 该让你没有年纪就死在院里 咱后天就是公司年会了 按照以往你不参加的惯例 年会 我可以趁机告诉欢喜我的真实身份 今年的年会由我亲自主持 她说我向所有人正式介绍我 迎几号里 听说了吗 后天咱们总公司 富城集团就要举办年会了 所有的员工都要参加年会 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我们明总啊 竟然要在当天宣布总裁夫人 听说明总的前妻 也是后天回国 这到底是破镜重圆 还是令解新婚 莫喜 我这次终于能参加集团年会了 不就是个年会吗 有什么可刚性的 这次可不一样 明大总裁 明锦浩 之前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露面的 这次为了总裁夫人 亲自主持年会 我当然要看看这个神仙眷履 怎么哪都有你 开玩笑 我可是全公司的八怪一散地 这吃瓜呀 必须得在第一心里 那你跟我说说 公司到底有什么八怪 这么炸裂吗 这才哪到哪 之前我还听说呀 六年前 明锦浩被人下了药 周误的误状了 和古思宁上了床 生了孩子之后才知道这事 不得已才结婚的 他也是六年前 这同样是一夜情 你看你这人 六年都不见踪影 人家明锦浩倒是有良心 哎呀 明天中午来给我送饭嘛 这外卖都快把人家吃吐了 那怎么办呀 明天中午给你送饭 好 你说的算 走吧 余欢喜 光天化日之下背着我哥偷人 我看你这下还怎么当总裁夫人 首证 我相信余欢喜不会出轨 我相信她 这可是我亲眼看见的 不是 这女人给你关什么迷魂汤了 明目张胆的出轨都可以坐视不理 是不是难了 亲人所见就一定是真的吗 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做 你走吧 哥 他们就差亲个嘴 恋爱呢 等着被绿吧你 前脚后生气 后脚就和别的男人抱在一起 余欢喜 你是在试探我的底线吧 总裁 夫人来给您送饭了 哎呦 这夫人真是够贴心的 还知道给您送饭 那还有你说 嗯 总裁 夫人还不知道你是总裁 没错 那她是来给谁送饭的 总裁 这夫人外面有别的狗吗 如果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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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动是魔鬼 你有没有听见狗叫 好像有 放给我 放给我 你个鞭子 你个鞭子 祖禅 眼尖不一定为事 我让她亲自给我解释 还不回我消息 夫人可能在忙 忙 我看她现在忙着跟别人打情骂俏 总裁这么晚你干什么去 我去哪儿跟你帮帮帮帮 这十个亿的项目打水飘涛的不这么生气 夫人 自求多福吧 怎么关机了 我给你一个和我解释的机会 这 她不会误会什么了吧 来来来 今天是明大总裁 第一次来这喝酒 大家干一杯啊 金浩 有人给你打电话 你 暗夜会所包香 113 妈咪 把闭有家不回 居然在外面喝酒 快和我们一起把她抓回来 我们开机走吧 我就说着你这不靠谱 带着孩子结了婚还不安生 我劝你啊 趁早把这婚给移了 事情没说清楚 就不要往下定论 再查下去啊 我看明大总裁的白母豪宅 就要变成万母草原了 哎 我说 你不会假戏真做 真喜欢人家了吧 不好意思啊 林哥哥 这也太黑了 人家没看清 给你三秒钟时间 从我身上 那去 对不起 没有预约 您不能进 大胆 连我都不认识了吗 小舍爷 妈咪 臭把闭就在这个包厢里面 明哥哥 你老朋友眼无珠 要不然 你看看人家 人家可是一直喜欢你的 你们在干什么 坏女人 快从我把鼻身上下来 小朋友 你的妈妈 跟别的男人不三不四 她才是坏女人 趁人之威 小三当当 你才是那个坏女人 你倒是想坏 奈何没人爱 只能上嘎着 把自己送出去 这种女人 我贱多了 你这个小贱人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敢打我 不接电话 把订阅发在朋友圈 你也够有小心思的呀 这就是嫂子吧 嫂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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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愿意叫 人家说不定不愿意听的 你不能喝酒 伤还没好 我跟你说话 你没听见 嫂子厉害 这丫头 可是我们圈 除了你妹 最跋扈的存在了 你只要走 不许知父 我妈咪 高一有父知父 真是癞蛤蟆装青蛙 不经常的吵 还玩挺花 你们都握住嘴 别人叫你一声嫂子 你就高高在上 看着别人 抱着明哥 这么好的一个男人不真心 天天天搞破鞋 你哪天眼睛 看到我搞破鞋了 所有人都知道 你给明哥 带了天大的绿帽子 你知道明哥是谁吗 他可是堂堂的 快滚 明哥 东哥滚 妈咪 一言不合你就亲 知道了吗 实在扯不过你就哭 我是因为手机没电了 所以我才 尤华西 你就因为我骗了你 你就跟别的男人搞在一起 不是你误会了 和我在一起的男人他是 哎 你有疼我了 怎么 他要的就不疼 你 嗯 别为了他打我 尤华西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而且 你跟那个男人 你也休想 你吃错了 尤华西 你真是个渣男 那好吧 那既然你连我姐妹的醋都吃 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 姐妹 嗯 姐妹 兴趣向都是男 没什么愿意的话 我就不在这儿按您养了 别 那你下次 要给我解释清楚 嗯 嗯 明天 小鱼 哇 哇 你们爸爸是疯了吗 买这么贵的裙子 不就是一个公司年会吗 怎么弄得跟选美一样 妈咪 老公的钱你不花 到时候就会有别的女人花 走 咱们明城集团啊 果然是最人性化的公司 不但每个人奖励二十万不说 您送的油啊 都是最健康的 古为多道米油 跟着我们明城集团 你们就等着享福吧 像我们这种 少老小小的 健康最重要 父母吃了这个油啊 也不喜业了 身体素质也变好了 跟着明总啊 我们收获准处 直线上升 连对普通员工都这么好 那咱们总裁夫人 岂不是要被明总 闯上天了 听说呀 总裁前妻 谷司宁也来参加年会 这总裁夫人 难道是她 不会吧 这谷司宁啊 当初为了自己的事业 丢下总裁 跟总裁的孩子不管 自己去了国外 六年呐 孩子都没见过她的妈妈 我要是总裁呀 我也不会和这种女人复婚 起初对吧 明小姐 对什么对啊 照你这么一说 这谷司宁这次回来 是来请总裁夫人为之的 不止 这一周后国际厨师精英赛 这谷司宁也要参加 他这是想把总裁 跟总裁的财产 都据为己有呢 夫人还有对 哦哦 夫人马上就到 嘿 嘿 嘿 姐妹 你好漂亮 祖采 这边有一个警惕会议 需要你参加 好 帮我看着夫人 我马上姐姐 有什么情况 立马通知我 好 哇塞 你这么盛装出席 不怕你老公吃醋啊 走 嘿 怎么哪儿都有你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帮上的大款是谁是吗 这里人这么多 别逼我对你动手 你 你 你个不长眼的东西 你知道我这裙子多少钱吗 把你卖的都排不起 我猜 小云 你没事吧 妈咪 我的头好痛 你们大人有话 不会好好说呀 对小孩动什么手 祖采 夫人在现场被人欺负了 哦 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你完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走开 你爹妈关顾着挣钱 没空将你们怎么做人是吧 秀 座椅 全人倒是好人多 可是有什么用呢 还不是被我们这种眼前人踩在脚底下 你整天就在这里肆无忌惮 真不知道 明城集团是怎么把你招进来的 哟 哟 人小口气倒不行 怎么着 明城集团是你们家开的 知道我是谁吗 我爸爸 可是明城集团的不懂 我只要一句话 就能让你们三个都坐着滚出去 信心 那你信不信我不说话就能让你滚出去 你 我看是谁这么大口气 你 我 总裁好帅啊 这下好了 一个是股东的女儿 一个是总裁的妹妹 惹到他们算是踢到铁板了 你们三个 马上就要从这里被赶出去了 刚才是谁让我的人滚 你又是谁啊 哥 明总 这是我闺女 她没见过你 快过来 叫明总 明总 明总 就是他们三个 就是他们三个欺负我和明妹妹 还说要把我们都赶出去 这简直就是不把你 不把明长集团放在眼里啊 我和妹妹的手被她打疼了 她给我们揉揉 那达 你知道她是谁吗 敢让她给你揉手 她可是明城集团的总裁 海城明门明氏大少爷 你就让她给你揉手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要你这个当妈的 还不如死看 真是一头丑惑 李副董 你真是叫了个好女 明总 是我管家无妨 我立马让她给你们道歉 你个混账 赶快给夫人和少爷小姐 赔礼道歉 爸 你是老糊涂了吧 她怎么可能是总裁夫人呀 还要是总裁夫人 我 我就把点脑油都喝了 没脑子你就别说话 赶紧回家多吃点苦味 多当米药吧 油的营养物质 都比你的脑子多 下次见面再不喊大嫂 你就给我滚出名家 知道了 哥 大嫂 对不起 这个女人真的是总裁夫人吗 从今天起 海城再无李家 明总 对不起 千万不要给我赶出名城集团 马上让她给你赔礼道歉 给我跪下 赔礼道歉呀 明总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这样 我是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就是 从家的夫人 也不知道那个就是少爷小姐 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不是总在夫人少爷小姐 你就可以随意欺辱了 我让你喝油 我让你喝油 我喝油 给我喝油 喝了它 我不喝 放了这么大伺候 你不喝人家 我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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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这么好的东西给你喝 你们不配 来人 把他们给我丢出海城 明总 不要啊 明总 明总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明总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今天是我明城集团的年会 除了要庆祝 大家一起走过了一年的风雨 更重要的是 我要向诸位 向全世界 宣布 我明锦后的夫人 九号 我回来了 思宁姐 你回来了 古思宁 这真的是她 在国外厨师界 多次获得大奖 现在已经是米其林 星级厨师了 天哪 纵抬的旧楼掌 竟然被我撞进了 明天 妈妈回来了 妈妈回来 就再也不走了 你好 我是明天的母亲 锦号的前妻 求小尔文 古思宁 你怎么回来了 锦号 我再不回来 我老公和儿子 就要被人家抢走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跟你没有关系 你只是明天的生母而已 锦号 我知道你还在怪我当初不辞而别 不过我这次回来就再也不走了 以后 我会好好弥补你的 那个 要是没我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妈咪 不要明天了吗 明天 看清楚了 我才是你妈咪 你才不说妈咪 老实说了 世界上没有妈咪会对自己的孩子 不管不顾 除非那个孩子 不是他亲生的 你 妈咪 你要走也带上我一起 余小姐 你可真是有本事 竟然把两个男人都迷得囤囤转 想必是经验颇多 熟能生巧吧 哪里 不过 就是没给我们女人拖后腿就好 不过 我像某些人 男人不爱 儿子不亲 反倒是丢了我们女人的脸呢 你 听说 余小姐是位厨师 那今年的厨师精英赛 想必你也要参加吧 怎么 看我比赛拿得第一名 你留面子 想去我退赛 你想多了 这第一名 只能是我们 那好啊 那就祝您 美梦成真 明天 小鱼 我们走 等等 我也回去 锦浩 我刚回来 你就不能多陪陪我吗 你是谁我陪你 绝不能让鱼 余欢喜和锦浩在一起 如果让锦浩发现 余欢喜才是六年前的那个女人 那我这辈子可就完了 你这是干嘛呀你这是 明锦浩 我今天正式通知你啊 不行 我不同意离婚 离婚 你还想离婚啊你 也是啊 你前妻回来了 就想着破镜重圆 再生一个世吧 什么呀 你不是要通知我离婚吗 确实 隐瞒自己身份 装穷卖傻 连和所有人骗我 是该离婚 妈咪 你不要和巴比离婚 留下我们孤儿寡爹 那我们怎么活呀 妈咪 这个家不能没有男人呀 妈咪 自从吃了你做的饭 我睡得更香了 学习压力也小了 个子还长高了三厘米哦 你再把我扔给这个老灯 以后我的日子不会好过的 傻儿子 你最近状态这么好 是因为咱们家 用的骨胃多到米油啊 而且 现在你亲妈回来了 我这个后妈呀 也该上位了 在我心里 你才是我真正的妈咪 她虽然生了我 但是没养过我 比起她 你才更像是我的亲生妈咪 明天 在妈妈心里啊 妈咪早就把你 当做妈咪的亲儿子了 你看我们一大家子 都离不开你 我们不离回了好不好 死罪可灭 活罪难逃 妈咪 祸不及无辜 把别的错 让她自己承担吧 小鱼什么也不知道 那你们细末杀驴 是不是 妈咪 三条腿的青蛙找不到 两条腿的男人多得是 我这里有很多 优秀男青年的资料 我发给你看看 那明天你信不信 我把你送到国外去上学 啊 妈咪 我现在跟你姓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来得及 我怎么养了你这个熊崽子 奶奶 我听医生说 您最近睡眠不好 而且胆固差还高 一定要注意饮食 我新给你买了 古味多道米油 一定要记得吃啊 对身体有好处 助力睡眠 调整神经 一天到晚 唠得了好几百遍了 比我老太婆还能唠到 欢喜不让我回家就算了 连你也嫌弃我 人家 不和你离婚就不错了 谁让你骗人家 我 对了 我给欢喜的礼物 你送到了吗 武栋别墅 四辆豪车 几箱珠宝 还有一张无限额黑卡 我怎么没见你 对我这么大方 好不容易有个女人 看神秘 我还不对人家 好点啊 这个古味多道米油 你一定要记得吃啊 你让我回来有什么事 欢喜 之前的事是我不对 向你道歉 嗯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你在酒里下药啊 嗯 等锦浩看见 你和野男人在床上私会 我看你还怎么当这个总参与夫人 喂 锦浩 我刚刚发现余欢喜 好像跟一个男人 金柳酒店 锦浩 我亲眼看着余欢喜 抱着一个男人 进了这间房 你确定 我怎么会拿这种事情 骗你呢 让你这样便宜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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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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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 我就被他们打死了 这怎么可能啊 谢海还是意外 都给我查清楚 是 让开 哦 哦 这 明景浩 混蛋 你怎么才来救我 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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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 我 我 自己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叫了 再睡会儿 天哪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昨晚我被古斯宁 昨天晚上 我知道 对不起 明总 这一切都是她指使我的 我这是拿钱办事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夫人 如果我知道她是夫人的话 你给我一百个打我也不敢染指夫人呢 刘助理她拿着手碰了夫人就给我把哪只手打断 是 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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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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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啊 明总 这 古斯宁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景浩 就算我千错万错 那你就一点错都没有了 我自从嫁给你后 你对我有过关心吗 我为你十月怀胎生了一个儿子 这其中的苦楚你知不知道 凭什么 凭什么她什么都没做就可以得到你的爱 而我 我为你付出了所有 连你的一个微笑都得不到 凭什么 我想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参加比赛 我要留助理送你出国 永远不要再婚了 不 不要 景浩 这个比赛对我很重要 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比赛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可以给你钱 我 但你必须拿着这个钱给我滚出海城 我不要钱 我要我的侍爷 我要我的儿子 我要我的老公 祖母 景浩 不要 是说我错了 不是我一时糊涂 你千万不要把我赶出国 明天的比赛我真的不能错过 景浩 你没资格参加比赛 景浩 你就看在 看在我是明天母亲的分上 看在我当年 差点死在铲床的分上 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景浩 你最好清晰欢喜这次没出什么意外 如果欢喜有什么一二的话 你这辈子都别想安生了 有欢喜 凭什么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这届国际主持精英赛是由两千万有害家庭坚定选择的古维多道米油独家赞助举办 加油孩子就选古维多道米油 接下来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赛规则 选手们需要在三个小时的时间内高质量的完成 两菜一汤由三位评委共同打分 得分最高的两位选手将会直接进入决赛 争夺冠军之位 那么接下来我宣布 本届国际厨师精英赛正式开始 时间到有请评委品菜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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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十九号古斯宁女士和二十号选手余欢喜女士成功胜出进入总决赛 哈哈 哈哈 我看你能想多起 三个小时后我们将进入决赛的比拼 比赛规则非常简单 就要给失去生存希望的病人做出世界上最贵的一道菜 评委们将从色香味三个维度进行评分 依旧是得分高者胜出 世界上真的有最贵的菜吗 余欢喜 像你这种没出过国的 肯定想象不出来世界上最贵的菜是什么吧 我曾在世界顶级餐厅做过厨师 这世界上的真修我现手拈来 你这土包子你拿什么和我比 那看来这冠军非古小姐莫属了 余小姐 你敢不敢和我打赌 如果我获得了冠军 我给你十亿 离开明景号 如果你获得冠军 我古思宁从此不再在你们的世界出现 怎么样 古小姐 我的家人 从来不是我拿来博弈的筹码 就算我输了 我也不会失去什么 反倒是你 应该会很怕输吧 你 这场比赛 一定要赢 怎么办呀 我从小到大吃过最贵的一道菜 还是三百九十九一味的海鲜自助 你任我做我根本想不起来啊 看来这场比赛我输定了 你们试过怎么知道 妈咪你还漏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世界上根本没有最贵的菜 所有物品的价值都是人富裕的 所以菜的贵贱也都是取决于人的 我明白了 对于一个失去生存希望的人而言 最贵的菜一定是他最怀念最想得到的菜 而不是价格上的最贵 嗯 妈咪真的是太聪明了 嗯 妈咪最爱你们了 嗯 嗯 嗯 你怎么脸抽筋了 来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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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到了 我该走了 嗯 妈咪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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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总决赛 有请两位选手入席 傻孩子 不哭不哭 老老做的蛋炒饭 记得吃 带着小鱼 好好地活下去 名伤业 雨花系厨师 居然只做出了一道最简单的蛋炒饭 相对于古斯宁厨师 用的是世界上最贵的食材相比 简直毫无胜伤可言 于怀喜 你知道自己赢不了 索性就摆烂做了一碗蛋炒饭 丢不丢人了 对 这就是我理解 对失去生存希望的人物 最贵的一道菜 这米饭的味道好香啊 不错 有一股淡淡的米香味 这里没加了什么呀 为什么比我吃过的蛋炒饭都好吃啊 我什么都没加 只是骨味多倒米油 可以更加激发倒米的香气 这油都不同 难道做出来的炒饭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骨味多倒米油自带天然香气 不需要过多调味 就能让食物散发出原油味道 而且这款油里还添加了很多营养物质 蛋炒饭呢虽然平凡 但却陪我从小到大 一款那有佳的味道 而且又是很有营养的饭 就是对它而言最珍贵的饭 于欢喜 我好心提醒你 光凭一张嘴是得不到冠军的 各位评委 这是我选用世界上最好的食材 做成的一道美食 它们加起来 价值数百万 最好的食材啊 乖乖乖 滚乖乖乖 别抢 别抢 给我点 给我点 天哪 第三位评委居竟然开始征抢古森林选手 做的菜 看来结果不言而喻了 主持人 这些评委的状态不对啊 你看他们的状态不像是在吃饭 而像是在 余关喜 你比不过我 就给我泼脏水是吗 好吃的菜不用多说就有人抢着吃 难吃的拉起 任听你说的在啊 会有人看意 结果不言而喻 那么我宣布本次大赛的冠军就是 有人晕倒了 这个盘子里有违禁药物 所以导致三个评委疯狂进食 甚至兴奋导致昏卷 什么 违禁药物 这个古思明为了赢 连犯法的事情都做出来了 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初诗 不是我 我没有 不是我放的 古思明 你首先吃我违禁药物 我们要将你送到安保局 别碰我 我没有 不是我 不是我 真不要人 为了赢 连人命都不要了 这种话 这辈子就别说了 爸比 她真的是我妈咪吗 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 现场恶毒的妈咪呢 好了 事件真的是反转又反转 古思林违背厨师精神 我们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那么接下来我宣布 本次国际主持青鹰赛的冠军获得者 就是余欢喜女士 恭喜 真是分身浓奴把歌唱 我余欢喜竟然也成了大老板了 妈咪 妈咪 只要你想 我们名家所有产业都是你的 哎呦 妈咪的好儿子 怎么比你爸还男人味呢 对了 这几天你要注意安全 我听说古思宁在被送鸭的路上逃了出来 我怕 放心吧 荒天坏日之下 他不会这么大胆的 但愿吧 嗯 你慢慢来 我们在地下车库等你 好 那你们注意安全 明天 小鱼 你终于醒了 鱼欢喜 古思宁 疯了 你这样做事犯法的你知不知道 闭嘴 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说教 都是因为你我现在才裸裸成这个样子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别挣扎了 看看你这张脸 那我目前就迷倒了警号 六年后你这张脸又出现在警号面前 咋知道 当初我真该让你死在蝉虫上 是 史密斯 你说 我要是把你这张脸划过 警号是不是就厌恶你 抛弃你了 哈哈哈哈 啊 公司娘 你清醒清醒 一个男人而已 没有必要翻不上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又不是我 又怎么能理解我的痛苦 我爱民警号爱了那么多年 可他们眼里只有工作 心里只有他儿子 现在又多了一个你 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我 我在他眼里 连一个乞丐都不如 嗯 你慢慢来 我们在地下车库等你 好 那你们注意安全 嗯 嗯 明天 小鱼 你终于醒了 鱼欢喜 顾思宁 疯了 你这样做事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闭嘴 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说教 都是因为你 我现在才沦落成这个样子 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别挣扎了 看看你这张脸 那我目前就迷倒了警号 六年后 你这张脸又出现在警号面前 咱们知道 当初我真该让你死在蝉虫身 是 史密斯 你说 我要是把你这张脸划过 警号是不是就厌恶你 抛弃你了 哈哈 啊 公司娘 你清醒清醒 一个男人而已 没有必要分不上啊 哈哈 你又不是我 又怎么能理解我的痛苦 我爱民警号爱了那么多年 可他们眼里只有工作 心里只有他儿子 现在又多了一个你 他的心里从来就没有我 我在他眼里 连一个乞丐都不如 我不能这么快就解决 我要慢慢折磨你 哈哈 人呐 不是说在车库等我吗 人呐 不是说在停车库等我吗 欢喜 不要 警号 要不要过来陪陪他们 你要是不来 可就见不到他们了 欢喜 欢喜 你疯了 对 我就是疯了 我疯了才知道 我之前到底有多蠢 为了得到民警号 我竟然 我竟然假装给他生了个孩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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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明天不是你的孩子 你干什么 那可是你儿子 起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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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 你从上往下看 他哪一点像我 我当初看到他第一眼 恨不得掐死他 你 可是他要是死了 静号 怎么会和我结婚呢 哈哈哈 难道 六年前 何警号上床的应该是我 怀孕生孩子的也应该是我 为了何警号结婚 我只能等你生下孩子 然后抢走他 困难吗 哈哈 哈哈 难道 明天 竟然真的是我的儿子 可惜啊 我一看到他的脸 就忍不住地想起你 我恨他 讨厌他 所以我只能出国逃离这一切 可是没想到 我还没回来 你竟然带着女儿和明警号结婚了 凭什么 凭什么你 就这么轻松地和警号在一起啊 啊 我不好过 你们谁都别想好过 不要带死 不 不要 周三 夫人在那 住手 别过来 在那边动 我不过来 你别冲动 我们的儿子还在这 他不是我儿子 我根本就没有儿子 明天 明天是我们的儿子 快把他们都带走 今天谁都别想走 不要 我求求你 放个塌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哈哈哈哈 做什么都可以 那你今天就看着我怎么把余欢喜给折磨死吧 哈哈哈哈 他 快帮我儿子 景号 去死吧 小心 景号 景号 明景号 嫂子 嫂子你终于醒了 我哥 我哥他 你哥他怎么了 哥 我哥他 他怎么了 你哥他怎么了 我哥他 他 嫂子 嫂子我 我哥 我哥他没事 就是还没醒呢 那你哭什么呀 你们 你们的爱心也太好 哥了吧 哈哈哈哈 挺好 明天和小鱼的DNA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他们两个是亲兄妹 是你的女儿 我的 我的儿子 我们一家终于团圆了 嫂子 之前的事对不起 我不知道古思宁能干那样的事 都过去了 只要景号能醒过来 我可以原谅一切 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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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起来了 你还没好呢 我都快在床上发霉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呢 这才几天啊 听话赶快回去躺着 饭马上就做好了 好吧 我走了 还是老婆大人做得好 娶了你这么好的老婆 真替我们明家争脸 看你这小嘴 甜的哟 我去给你切点水果 哎 嗯 把鼻 把鼻瘦瘦脸 妈咪 把鼻没洗澡 要不你跟我亲戚吗 臭小子 是不是你又想挨揍了 把鼻 给我和妹妹再生个小妹妹吧 这个 得问妈咪啊 爸爸做不了种 妈咪 小鱼想要一个妹妹 你们好烦啊 等以后再说了 耶 我终于要一个妹妹了 嘿嘿嘿 嘿嘿嘿 爸鼻 你能不能行 这么好的油 都给你浪费了 怎么不行啊 你妈咪自从吃了 我做的饭以后 心情愉悦度 直线上升 叫睡得也好 身体比你还健康 人家就够了 你还好意思 懒到自己身上 快走 妈咪要升了 好急 你们怎么都来了 你不是要升了吗 我什么时候说要升了 那你叫什么 我腿抽筋了呀 奶奶还以为 你要升了呢 没有 小朋友很乖的 腿又抽筋了 腿又抽筋了 傻了你 我 我这回是真要升了 快送我去医院 快快快 快去医院 去医院 你们 你们不觉得 少点什么吗 快走快走 我嫂子呢 我后面了 快去医院